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神的恩典当中 过去这一年我生病 生病当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 即使在生病 在挫折当中 却仍然有足够的恩典 我好喜欢圣经里面的一句话 是主自己说的 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恩典够用 明明是在生病 是在挫折 是在困难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遇到这些事 小的时候我好喜欢一首诗歌 他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 人生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风浪 但是在遇到这些风暴的同时 却仍然有足够够用的恩典 对我来讲像这次的生病 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我的身体不舒服 我只是到医院去探访一位长辈生病了 病得很严重 我到医院去看他 然后顺便去看我的一位弟兄 他在医院工作 我和他一起交通家里面的事情 教会的事情 谈了一个小时 然后我要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 我真的真的是 但是无意间就说一些 我说我最近胃不太舒服 他马上说等一下 牧师你说什么 我说我胃没有什么啦 就一点点连痛都没有 就是有一点好像不舒服 他说走 去照胃镜 他就拉着我去照胃 我根本只是去探访的 但是从那一刻开始 一步一步一步就发现 哇 原来我一点都不知道 其实我生病了 而且生得很严重的病 你说这是不是恩典呢 如果不是这样 这样一个特别的情况 我发现我生病了 根本就没有后续的治疗 那到有一天 这些情况都爆发出来的时候 恐怕治疗就太晚了 我好喜欢这一段圣经里的说 他对我说 这是在德林多后书 保罗所写的一段话 他说在他的人生当中 他身上也有很多的一些困难 也有一根刺 但是他说上帝对我说 你知道在人生的各式各样的风暴当中 有一个很大的恩典 就是你听见主对你说话 主的话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他说恩典够用 就一定够用 我也为你祷告 你也正在你人生当中的一些风暴当中吗 你正在面对在你人生当中的一些挫折困难 也许你失学了 也许你失恋了 也许你失业了 也许你和我一样失去健康了 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 但是在这些最困难的时候 我求神给你一个恩典 那个恩典是你听见主对你说 主有话对你说 他的恩典够你用 恩典365 每天我们都分享一段神的话 短短的一段神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出于神的话 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但愿主也对你说话 圣经不只是一个客观的知识道理 圣经是神在对你说话 神在对我说话 祝福你 享受一个很大的恩典 主今天对你说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